你 人進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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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我錢 美女 全力只要你想要我都可以給你 二等全無人性 旅犯我龍國邊境 饒我龍國子民 你們不死 我龍國不安 我龍國不安 你想讓我死你也別想好 殺了他 不要殺我楊國 你 各位楊國已滅 此戰大劫 可以回家了 戰火龍國龍國對 戰火龍國對 戰火龍國對 戰王 戰爭結束 兵符將解釋對你的保護秘密 過不了多久 戰王之名將會想撤整個龍國 到時候您的家人乃至整個龍國 都會以您微弱 一個虛擬啊 沒什麼可猜 我只是開心 這麼多能終於可以回家 一黃眼 小丫頭都這麼大 這是 這是我妹妹 怎麼樣 是不是很漂亮 丫頭 再等等 跟我馬上就回去 各位觀眾 先緊急播報一條重大案件 昨晚 天海市第一豪門李家遇難 大小姐李小婷失蹤 生死未捕 一黃 站住 我 大哥你在哪兒 我好想你 楊家 該死 當我請息怒 息怒嗎 我全家被殺你讓我息怒 好 既然你們全貴狗血都不願意喘 那就都給我滾 我的仇 自己報 戰王 戰王 戰王您剛回國 瞭解情況 天海市魚龍複雜 沒那麼簡單 那我就把天海市的天筒破 看看他有多不簡單 幫我王令 封鎖天海市 以後蒼蝵都不能放出去 是 喵 小姐 啊 他挺不跑啊 咳 我告訴你啊 在這天海市 那王家就是天 你能跑哪兒去啊 唉 要不要很良壽 我要等賣 什么急呀 這個 可是 李家的小公主 我那可是高高在上的金枝玉叶 什么话 咱们给人家提鞋那都不配 这要是让我们给办了 这辈子就值了 关了 你放在我 他就给他放过我了 继续叫 大点声大点声我就好这个啊 哎 我上次抄子包屁龙腾进枪哪来的响 大哥 是你吗 李承锋 大哥 是李嘉宇你 男子挺大你还敢回来 该死 嗨嗨 开死 你还没睡醒吧你啊 你不知道是听 现在是王家说了算 该死是你 好 你啊 我上 你们是什么人 湛王有令 一个不令 是 是 找到了吗 王家二少爷王志萱 现在正在富豪大酒店 今天是他的订婚宴 只不过 这订婚宴的女主 是您的未婚妻 周莉莉 周莉莉 哪都好 就让这喜宴变成丧业了 宝贝 已经成了 原来难道不够漂亮 漂亮 但是那时候 不属于我 我告诉你 我见你第一面我就看着你 但是那时候 你是李长风 那时候的我 连给他舔鞋的资格都没有 做梦也想不到今天 我能睡得李长风 那你现在什么感受 没有说 什么也说 李长风他可还没死 你难道就不害怕了 怕 现在给他怕很多 现在王家 就是天还是天 都是你 李家刚往 你就爬上了 你可真是个 室里的女人呢 室里一点难道不好吗 反正 男女不都弄点事 只要你给我 我想要的 给谁睡不是谁 你 高手 我好喜欢 少爷 宴会开始了 好 到几点了 王上怎么还不来啊 喊什么喊 王家现入境可是我们天 还是第一世家 是个什么东西 就让他你等到死了 你也得等 放屁 李家在的时候 可没这么狂啊 李家都被仇家给灭门了 我仇家 别人不知道我们还不知道吗 还不是他们王家 去李家 嘿 你喝多了 啊对对对对对 我喝多了 不好意思 我失陪了 既然他那么喜欢李家 就让他 和李家在一起吧 处理干净 最 感谢各位 今天能来参加我的定魂院 我王志轩 带上一线 王上客气了 能来参加领导和定魂院 是我们的福气 我代表 徐州大舱公司送上南非 钻石一壳 祝贺王上 客气 客气了 西海森园公司送礼 蓝水晶一块 恭祝王上 南省张家送礼 别墅一趟 恭喜王上 谢谢 谢谢 天海市李家 前来送礼 李家 哪个李家 天海市还有第二个李家吗 怎么可能 李家人不都死绝了吗 谁在说话 滚出来 天海市李家 前来送礼 张智轩 我的这份大礼 你可还满意啊 老大的大礼 赶来砸我王家 爱人 你什么呀 疯了吧 你王家墙子都变砸 又是可怕死 又好戏看 闭嘴为你们 干扰王家的人 不是疯子就是大牢 小心祸从我出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多大的阵仗 就两个人 敢来砸我王家的场 糟糕 你错了 不只是我们 还有李家上上下下 一百零八口亡灵 他们都在天上看着 爱人 血液王家 你不是李家四池 你到底是谁 李家 长风 立即 你还敢回来 我不回了 怎么什么 什么 你说要杀 我 你们听见了吗 他说要杀我 你们听见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李长风 醒醒 李家王了 你现在不过是一条 无家可归的流浪 而我 才是天海是第一权上 你杀我不愧我杀你 一种人杀 来 让我们的李大少 清醒 这里 好 打得好 我说你怎么这么笑 原来是请了高手啊 女侠 他给你多少钱 无论多少 我都给你十倍 滚 李长风 你以为你很牛逼吗 你屁都是 在天海 我王家才是天 你打我 嗯 我打了 然后呢 你打我 你个 打我 继续喊 我有的是时间 我 他把 傻了你 继续 废了 说吧 除了王家 还有谁参与了 什么意思 看来我打你还是打轻啊 别打了 我爸等 那些都是我爸的魅力关我什么事啊 他跟谁合作我不知道 他看来你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别过来 王家人已经过来了 他们不会帮过你的 一群跳梁小丑 谁敢拦我 好大的口气 我黑狼来你你呢怎么样 他是黑狼 这样把这尊大神给请过来了 这下热闹了 这是什么来的啊 听说啊这黑狼是从特种不对退伍下来的 他功夫了得 而且在道上很有名声呢 这王家竟然把黑狼请过来了 不愧是咱们天海第一世家呀 黑狼 你可算来了 小王 黄啊 你这是 狂啊 年轻人 王之前我保了 你事如就勤吧 你是谁 老子黑狼 不认识 好小子 够狂 听说你在军队待过 来 我们比试比试 滚 找死 你能见我失照不败 我饶你不死 他 黑狼我跟他们演什么戏呢 干费他 有点东西 是我大意了 小子 我可要认真了 一九系列军艇权 有意思 你哪个部队的 雪狼特战队带号黑狼 请辞教 雪狼啊 有印象 你别装了 雪狼的信息是兵部的机密 你没资格知道再来 别留守我黑狼 除了是我担着 赵 小子 最后一招全身赴绑 能死的我黑狼拳下 是你的荣幸 好 那就看看你的雪狼拳练到了几分 太爽了 离上往来 你也试试我的雪狼拳 你怎么会雪狼拳 我创的拳 当然会 笑话 小狼拳可是五年前 雪狼创神所创 小猴子这些年还好吧 对让他 你 你是 雪狼拳战队 特有兵黑狼 上大润好 回大人话 队长这年很好 还升了官 看在小猴子的份上走吧 不要再为王家卖命了 是 什么回事啊 王少 看在以前的交警上 封献一句话 回家吃争好的等死吧 别再扑通了 哎 我还真看错你了 部队八年 你在军中混的不错 怎么 怕了怕 哈哈哈哈 让我怕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能拿了 你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 我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天海是第一家里 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部队撤职 你现在 跪下 磕头 道歉 你怎么会有枪 我后续可以考虑给你李家留一个 啊 天气啊 他怎么会有枪 真的假的 哈哈哈哈 李长风 你曾经打个玩具枪吓唬 哎 真枪 他不是真的想杀王少吗 不可能 他要是杀了王少 他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好了长风 那我不行 好久不见 长风 我知道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 但我们 已经结束了 对 你还看不出来呢 这么多年过去 他早不出现晚不出现 偏偏非要今天出现 而恰好出现在你跟我并婚宴上 想起来了 朱莉莉以前好像是 李长风的未婚妻 啊 那我家伙 别人闹了淡天 是个存在暂时 徒早自行走啊 什么实行走 大厨一段还在这儿心情爱着 真能认识 好了主位 这也不完全怪李长风嘛 要怪 只能怪我自己太过优秀了 既然这场闹就是因我而起 那就由我来解 长风 现在我正式告诉你 我们这件事没可能的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李大少 就算你能在边境 混个一官二职 那有什么用呢 八年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懂 你现在是个兵还是个官 不用回答我 不中了 就算你拼死在边境 混了个军官回来 那又怎样 爱情是需要物质的 你满足不了我 你已经是个成年人 有点事 别让我乱起 说完了 没有 我还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 你是不是准备了一场浪漫的表白 想让我回心喘意啊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注定就是你爱而不得的女 把我忘了 就当作 是一场美丽的梦 现在 房上 才是我可以托付终生的 李长风 看见了 这就是我 和你的差距 现在 陪我跪下 磕头 道歉 看在你全家都死的份上 我没有 长方 你把枪放下 你再这么丢人了 你这样我主会越来越讨厌你 我明白 他不敢开枪 李长风 你今天敢动我一个个看毛 王家一定会让你碎十万段 而且兵部 不会放过你呢 哈哈哈哈 怕了 谁啊 来来来来 你刚不止 来往这打 他妈咋啊 瞪大你的双眼看 我告诉你 在这王家就是天 放眼整个天 还是谁他妈敢动我汪志轩 好 你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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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长风你疯了吗 为了得到我现在什么事情都能做 知道你记得我这些 你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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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让我失望了 他居然敢打我 傻屁 回去告诉王朝阳 他儿子的命是见面的 明天 会登门拜访 这就是我家的祖宅 当初 爹爹跟我爸 就是从这走向的天 正我 起来 跟我坐会吧 你 我对 这里还有其他人 你们是什么人 吃草敏灾 再不出去 我就报警了 好了 好得很 我李家祖上的跟什么时候变成别人的司着 月盈 在 你是杨叔大少爷 杨叔 您怎么在这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小小子 身体真结实 那是说的好 走 跟我回家去 小蓝的丫头还天天念叨你呢 丫头快出来 看看谁来了 我回来了 风哥 还知道回来 你怎么不死在外面 你家需要你的时候 连你电话都打不通 现在人都死绝了 你还回来干什么 对不起 你不用给我道歉 我跟你不熟 你该对不起的是你李家亡灵 丫头 你怎么跟大少爷说话呢 李家都没了 他还什么大少爷 大少爷没回来 自财自己的原因 能有什么原因 还不是贪生怕死 小蓝你 杨叔 你别生气 大少爷 你有所不知啊 李家出生那天晚上 小蓝也在 从他回来之后啊 就跟变了个人世 问个什么 他也不说 小蓝也在 我去取酒 赶紧俩好好喝一个 好 不是听你们 赶紧吃天海市不欢迎 小蓝 那天晚上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老王家父子杀了你全家 满意了吗 不对 你的眼神告诉我 在撒谎 来来来喝酒 好小子酒量渐涨啊 事发那天 我在军队没有及时接到消息 我有罪 下过两难拳 没人说你什么呢 一个胆小鬼而已 还说什么上过战场 消息 事发还赌不了你的嘴 我说错了吗 那我问你 你现在是几级士官 我不是士官 那就是卫官 我也不是卫官 你该不会是想说你已经是校官了吧 都不是 准确的说 我有的只是一个称号 什么称号 战王 李长风 你觉得我和我爸是傻子吗 拜托你撒谎能不能拿出点诚意来 战王 你怎么不说你是战神呢 不重要 不重要 只要能安稳稳的过日子才是正事 如今 李大哥不在了 我也算你半个招备 我想帮你拿个主意 您说 不孝有三 我后伟大 你和小兰 青梅竹马 如果没有别的事 就先把婚事办了 我还想遭包他孙子 不行 不行 什么 你不是说飞大少爷不嫁吗 那是以前 反正我不同意 你 杨叔 不怪小兰 是我的问题 我现在身负血仇 顾不上儿女情长 你可别忘记自己脸上贴金了 给我搞清楚 是我看不上你 吃完了吗 吃完了赶紧走人 看见你救我不行 给我闭嘴 杨叔 小兰 见到你们我很开心 我会再来看你们 小兰 小兰 小兰你 你现在赶紧去给大少爷赔礼道歉 反正我就不认识不孝女 喂 小兰有什么事吗 这里是一千万 只要你离开天使 他就是你 为什么 我讨厌你 这个理由够吗 看看你现在为了面子满嘴火火 还说什么复仇 你也就骗骗我爸 你老实 我没有骗你 不承认是吧 今天是王志轩的订婚宴 你不是很有能耐吗 你不是湛王吗 去找到复仇啊 没有本事就别在这说谎 小兰 停 别跟我套计 我跟你不守 你也不配叫我的名字 我知道 你是想看我们杨家的高知 但我告诉你 你要认清现实 你现在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而我是杨家的大小姐 身家上义 配不上 你变了 我很失望 你是不是失望 谁会在啊 拿钱走人 不要再让我看到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战王小兰小姐他对不用理会 做不该做 喂 小莲 小兰 出大事了 怎么了 王家二少爷 王志轩 你知道吧 我对他的事情不感兴趣 挂了 不是 你听我说 王志轩死了 说什么 真的 他在订婚宴上被人给打死了 死的老惨了 喂 小兰你再去吗 杀王志轩的人你认识 是谁 李家 李长风 他太牛了 那可是王家他二少爷 他说啥就杀了 在场那么多大人物 连个敢放屁的都没有 王兄啊 节哀 杀子之仇 不共代替 长风 必须死 李王家的实力 要杀一个小小的李长风 那还不是手道琴 那是贼 只不过 包括什么 咳咳 周兄 那我就实话和你说 黑狼 已经失联了 而他对李长风的态度很奇怪 你也知道 黑狼是血狼特战队的人 能让他行李的 都是六瓶以上的实权军官 王家就真会开玩笑 有谁不知道你大儿子王平 是北境种 位高权重 有他在 一个小小六瓶 算什么 这俩小事 犯不着品啊 我倒是希望 周兄啊 能给我帮个忙 话是这么说啊 但王将军不在了 这件事就不好办了 那李长风 大小也是个军官啊 倒不是怕他 这无冤无仇 还是不得罪的 无冤无仇 那我怎么听说 李直女 被打了一样 李他年纪小 收点戳子 也好 老家伙 你还真是不见兔子不撒婴啊 一步 这不是钱的问题 两根吗 王兄 你把我当什么的 你要再这样 我可直接跟你翻脸了 五个亿 陈长 这李长风啊 我恨他很久了 明天我要搬了搭搭皮 王兄你说 我怎么个帮你搬你 我听说 你和十八团的团长 吴大彪 关系不错 这样 你明天 把他请过来 那李长风 逼死 管他一起 压死你了 王兄 好 好处断 传我家主令 三件事 一 广发情敌 明日我儿发丧 二 告诉长风 他不是要登门拜祖 那我就在这里等着 有胆就来 三 召回我家全部进来 明日 关门杀狗 我要那李长风 我要那李长风 披麻带笑 悲观抬丧 贵死在这灵堂 分明 战王 这就是天海市最好的别墅区 我已经全租下来了 小如小姐就安排在这里 我在那边君想 怕是呼不起这吧 您没钱我有啊 您是知道的 我家是龙国首富 又胡说 我怎么能花你的钱 啊 对了 张王 天海市第十八军团团长 吴大彪知道你来天海市 请求拜承你 什么事 龙国武将 都是你们偶像 都想见你 胡闹 让他好好守好自己的岗位 敢善离职守我饶不了 是 我我不行了你饶了我吧 小如 你没事 人家姐 要不要 我看你了 好吧 找死 说 别拍 哎呀大哥 燕燃姐他不是坏人 你认识他 我刚睡醒想去找你 结果不小心没路了 是燕燃姐给我送回来的 抱歉 你这人怎么回事 一上来就动手打人啊 对不起燕燃姐 我大哥他不是故意的 事出紧急 我来不及解释 我我可以给你赔偿 谁要你的 要不是看在小如的面子上 今天这事咱们没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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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行啊 连女神赵燕燃都不认识 赵燕燃 真的假的 那可是当红流量歌星赵燕燃 全国公认的第一女神 你真不认识 赵燕燃是 好吧 一会再跟你说 你先去送送燕燃姐 你是指导过兵啊 是 那 在场上是不是死过很多人 嗯 那你是不是受了很多的伤啊 是 不信 去你 哦 哎 我来来回回说了这么多 你就回我一个字 你有没有点礼貌啊 有啊 气死我了 乱送我自己不去 哎 我都说了不用你送了 永远一点啊 我答应了小如 哎 你是不是块木头喝的呀 以后我就叫你木头呗 木头我到了 你先回去吧 啊 对了 今天的事情很抱歉 对不起 看在你给我道歉的份上 他本小姐就大发自卑的原谅你 哎你还真回去啊 你个混蛋 你还真回去啊 你干什么 小小姐 你变我给你的命 抓住了啊 别过来 救命啊 各位 先谈谈 木头 你怎么来了 他们可是杀手啊 快走啊 我欠他一个人情 要不这样 给个面子你们先走吧 老餐杀了他 杀 既然都不想走 那就都留下了 哦 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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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好帅呀 我们俩清了 再见 这就走了 这就走了 这可是英雄救美 多好的机会啊 还不趁热打铁把我骗走啊 怪不得小路说你就是块木头 活该一只单身 把这儿所有的别墅都买下来吧 遵命 战王王之轩的葬礼将在今天举行 王朝阳放话说 他在王家等您要与您来个了断 看来他把握很大呀 我让你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 能查到确实有人在帮王家 但查不到是谁 连兵部都查不到 这家伙来头不小啊 那 就让王家消失吧 我都要看看这个老家伙能忍吧 什么时候 废车 去王家 是 王兄啊 到这个时候了 那李成功他能来吗 不急 再等等 那他要是不来呢 他要是不来 就说明他装腔做事 不度为了 而且 他一定会 把人带上来 张白石 原来有一个 王家主 是你帮我打烧铁 杨白石啊 杨白石 别人都说你是 脑坑你的石头 一臭 还偷偷搞什么 因此不去 原来 你也有 贵子求人的一天 我愿意把杨家所有的资产 去公建的 帮我 大家也给人出动 你呢 贵子圈子 去 杨白石杀了我儿子 你现在一句话就要让我饶了他 那好 冤极王少 索敏七天 你的老命 被王少神 你说谁 也是给我儿子索敏 来人 老命是掉的卖铁 他不盼 和我作弊的下去 你们帮他我吧 你们帮他我吧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让你带大少爷走吗 你说不论你还想着他 又不是因为他你也不成这个样子 你闭嘴 我 非要说 我本来以为他是个洛夫 我可比洛夫还要可恶 他就是个彻头彻门蠢货 目前无事还非要找人王家 这不是找死 他死也不算了 他要连累我了 你这臭事 若是没有李家 这十八年前我们杨家就全部刺光了 你买了 哈哈哈哈 哎呀杨白石啊 你这苦情信 也不错呀 哈哈 我是真没想到 你这老东西 可居然这么漂亮 哎 这可 找你女儿 玩鱼蛋 郭家庭 你今儿就送你饭了 你帮你帮我女儿 老 你也配 我拉出去配吧 干谁敢 长风 还真敢 少爷 你怎么来了 你快走 我躺着他们 姚叔 一个王家我还不至于放在园里 今日 刚杀人 哈哈哈 你真的不懂 你比你老爸李文昌 看见还有 我说的对 今天 杀人 完了完了 都完了 是你 都是因为你 做死 杏仁可对这王不敬 倒是因为你 你家也不如我的现在这个下场 现在你满意了 你怎么不死在战场上 你要是真上过战场 现在了还是个废物 没有没有选过 我根本就没有骗过你 什么或者是你不相信 你让我相信什么 相信什么狗屁家王吗 你长发 很 或许 那个晚上我就不该活下来 你们不是要杀了我吗 来啊 想死 那就成全你 你呀 跑了 我从来没有骗的 好 啊 呀 好像是什么不错啊 对 看了打一百吗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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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老兄这边能 是怪我 万针之中 许敌家的手机都是家常变态 你小小王家中算得了什么 王大家主你让我很失望 这就是你的依障 如果仅凭这些 你瞒不住 王大的口气 王家不行 你看他老子行不行 乖你终于来了 他杀了我 和他抓起 王家主放心 学区六瓶武将 也敢在咱们地盘闹事 背负这种兵武途流 绝不住 放肆 吴大镖 好大的胆子 小卡拉米放肆的是你啊 一个小小的副官 正有你说话的快吗 哎呀 抱住你的班号 用钱 要出证件 接住嘴巴 级别不够 狂妄 哎呀 送 哎 小可 这是什么吗 这是枪 枪是部长演的 哇 给我送 报告长官发现一本证件 拿过来 老子都要看看它是个什么东西 李长峰 男 1992年生 你也三指 你也三指 你去说呀 现在这十三兵团 看着吴大镖 向大人梦好 吴大 你这是干什么 抓起来 抓人 快抓人 抓他 啊 啊 你们这干什么 你大人你 闭嘴 王大小主 怎么样了 你灭我李家满门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心理 喂 什么身份 不重要 要不是你嘴里有我想要的东西 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 说 背后的主使者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算是死也不说 你敢杀我吗 我承认 这我想看了 又何尝不是想看了我 你以为 王家 为什么能稳坐第一家族的宝座 我儿 守龙国将勋 封宣武将军 在王儿的眼里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我啥也不是 啥也不是 北京啊 谈怪连兵部都畏首畏畏 事情变得有意思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扛分 我为你的所说所为 都说代价 战神 肯定不会放过你 战神归来 你会为王家报仇呢 哈哈哈哈 别罢了 快点 要不要把这个老习封 战神积压 我有大力 明白 还有你 公器私用 自己到处吧 是 月盈 属下战 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得给我把王朝阳的嘴情 遵命 从今天起 天海市再无王家 吴大哥等等我啊 吴大哥等等我啊 你有什么事 没什么 真是 吴大人 李长风就是丧家之犬 你那么怕他做什么 我们可是给了钱啊 赵丫头 你这是在跟叔叔说话 哎 别别别别 有话好好说 你不会说话 他在接连 都行啊 你他妈的怎么还有脸说 说是来收拾一个小小的六瓶武将 这干嘛是六瓶 麻眉麻花的个 屁 差的坑死了 这李长风 你当不行啊 我如果是你 现在就绑个绳子 把自己给勒死 狗眼不是泰山 你这个女儿 如果不悔恨的话 你们周家 现在就是第一世家 可能吧 天海市 我不是长龙吗 这李长风 有那么贪人呢 老子给你说的是龙国 龙国这一世家 周星啊 我念在咱们俩 以往交情的后 我劝你一句 王家的事 你以后就别参加了 王家有麒麟子王平 背靠兵部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 两个神仙打架 我真他妈不知道 你们这种小卡拉米尔 我俩嫌犯的 真是孝子 爹 这老东西也太会吹牛了吧 李长风 不过才参军派呢 他能是什么大人王 闭嘴你 你不客气 我告诉你周里的 你不管用什么方法 哪怕是脱宽的衣服 怕上他李长风的床 你得求得我这贤婿的原谅 不然永远也别回周家来 你不客气 小兰 你没事吧 怎么 是想让我给你道歉吗 是不是还要哭着喊着骂自己有眼无珠 求你原谅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希望你跟阳叔能够照顾好自己 已经我身边的人 已经不多了 丰哥 李长风 你小心 小兰 我真的希望你能告诉我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没关系 你要是不想说 我不勉强你 我 求求你 放过我 我 我看到一个女孩 她是谁 李家的女人 我我不是 要怪 就怪李文昌吧 啊 放开 我 不要 丰哥 救我 放开我 畜生 小兰 你怎么了 小兰 到此为止吧 离开天海市 不要再查下去了 一个王家足够想死去的人交代 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你不会想知道的 丰莹 给你一天时间把王朝阳的嘴撬开 遵命 丰哥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已经通过我的考验了 开心吗 什么 实际上 我跟王志萱在一起 就是为了测试你还爱不爱我 现在 你已经通过我的测试 所以我决定 再给你一次追求我的机会 哎 你是不是没听清我说什么 我说 寻寻追我 神经病吧你 好吧 看在你这么爱我的份上 如果你现在给我表白 我就考虑跟你在一起 滚 你别得寸进尺 行 那我再退一步 谁呀 你现在向我求婚 我就嫁给你 现在你开心了吧 哎 李成风我喜欢你 我们和好吧李成风 你不许早 我不认 李成风 我喜欢你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你老是不动意 那我就不活了 风哥 你要是真的不想活了记得告诉我 我去参加你的葬礼 开车 这不是周家大小姐吗 这表白被禁了 刚死了老公就出来追男人 真不要脸 闭嘴 长风 我恨你 moment 敬łos 说 李承宗 有点印象 怎么了 王志轩死了 王朝阳也栽了 李长风干的 听说他从爹间回来 不错 被给逼过去 他可是来查我们的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 模特小子 搞这么严肃干什么 让人去冲队 王婷已经带兵部回天海市了 他可不是心慈手软的主 只可惜啊 李长风这小子 我对他 还挺感兴趣的 什么 邪宝老了 怎么会啊 先生 可一点都不老 老不老 事事就算了 终于将军回归 天海市 好久没婚了 找到了吗 魏将军 我们已将李长风的信息提交了兵部 兵部回归 插乎此人 我还以为是哪条真龙历灵 没想到 是个虚张生虚的臭臭 我帮助 但我一定没有 谋从高评武将杀 你二弟 大人公伞 你把李长风给我带过了 他 你 杀了 杀 大少爷 是你吗 你是谁 我是你弟弟王志轩的未婚妻 原来是弟妹啊 这些眼光不错 谢谢大哥 你可真好 你没睡吧 可能是这些天 被李长风给吓到了 他不光杀了王志轩 他还要羞辱我 你得替我做主啊 那你说 怎么样才能让你满意呢 这个屋里太冷了 我们去房间说 你好骚啊 说吧 有什么可说的 不是你怎么又来了 这里是我家 我怎么不能来 大哥 我才知道原来燕燕姐是我们的房东 哎 本身呢是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相处 但换来的却是你的屋里 不装了摊牌了 我呢 就是白 大哥 大哥 燕燕姐说只要让她住在这就不是我们房租了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没有啊 你看 人小如都没说什么 你一个大老爷们你怕嫂 小如 你要是觉得无聊 我可以找几个人过来陪你 木头 我和你说话呢 而且像我这么一个大美女和你合租你还不乐意了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不收你房租费而且还能给你做 完了完了我的饭 大哥 我觉得燕燕姐人挺好的跟他在一起我也很开心 不过你要是真的不喜欢的话 我不是不喜欢 我就是有点不习惯 好好好 留下吧 你开心就好 谢谢大哥 我已经替你观察回燕燕姐了 他人又好 性格又好 你们肯定能合得来 小姐 您这哪里是找玩伴啊 应该不会是想给哥哥找老婆吧 说什么呢 去 富州十公里 哦 来 快来尝尝短小姐的手艺 愣着干嘛呀 快吃啊 燕燕姐 我 确定这能吃吗 这是我第一次做饭 能做这么好 已经很不错了 来尝尝 大哥 我饿 好 我去准备一下 一会儿给你做饭 你还会做饭呀 我在军队当个伙父 小若你跟我说说你哥吧 是这里吗 并不得下去不会有错 行 小心一点吧 李长风 他很厉害的 杀过战场吗 杀过敌吗 受过伤吗 活泪的人就是被保护的才好 没跟伍夫的怕 记住 功夫和杀人计是两码事情 在我眼里没上过战场的都是垃圾 对吧 看那个垃圾 跪地求饶了 三队撤印 二队打约 一队跟我走 是 嗯 我大哥其实这一路走来挺不容易的 他身上还要肩负起我们李家人的重担 什么 他是李家人 大哥总是哄我开心 其实我知道 压力最大的就是他 月音姐姐跟我说过 大哥总是一个人做人发呆 说 你家人都在天上看着他 问他为什么护得了国 却护不了家 还说 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报仇 我没什么用 帮不了大哥 所以啊 我每天就只能装作没心没肺的样子 好让大哥不为我担心 沙场八年 好不容易活了下来 却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承受了这么多 不行 我还是跟他去道个歉吧 我就是道个歉吧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了 赵燕燃 你可以的 加油 看够了吗 你 不知道非礼物事吗 自恋狂 你给我看我都不看 你以为你是 我是什么 对不起 神经病吧 你管我 反正我就是跟你来说一句对不起 要不你以后跟着我混吧 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毕竟你之前救过我一命 以后你李长生 我赵燕燃 赵定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感动 无聊 哎 你没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小如 我去做饭 马上你 好 看来今天这饭是吃不安稳的 我 古堂峰 你果然在这 喂 你们是什么人 怪不得对老娘变了些 原来是轻无藏敲啊 你们这些像头男负心汉都该死 哎不是你怎么骂人呢呢 你 看着有点野蚱啊 你不是大明星赵天然吗 你怎麼會跟他在一起 你是誰啊管得著嗎 趙小姐你該不會選被他給他 這是我們自己的事 但是你要在這再胡亂下去 告私闖民宅出去 給臉不要的習個細節 誰敢這麼跟我說 上 翔鋒跟我們走 將軍要見你 將軍想見 那就讓他親自過關 看誰敢誰敢來上 他哪 之前忘了他打架很厲害的 你不是說照顧我嗎 怎麼怕了 我不然也不會打 動別動 你不是可能打嗎 來啊繼續啊 相關 他以前私帶槍支是要犯死罪的 要死也是你先死 別激動 他有槍 那我們就來打個賭 看看他一槍能不能殺死 能過來 再過來我就要開槍了 開槍啊 畢然姐 不是我 都是王平的指使的 我不知道他們真的要殺人 程鋒你還愛我的對不對 我不要殺我 已經受理乾淨了 大哥你快來看看硬仁姐 硬仁 來把藥吃了 這什麼東西啊這麼難吃 你看 我說過我會照著你 現在信了吧 別太感動 想哭就哭 別憋著 你怎麼話那麼多啊 能不能閉嘴 你怎麼還沒哭啊 你這個人 果然狠不起 我生氣了 好好詛咒你 閉嘴 我要死了你還這麼兇 你死不了 起來吧 真的嗎大哥 沒傷到藥害 吃了我的藥 很快就會好 騙人 我這可是槍 好像還真沒有那麼痛 你給我吃了什麼 這麼厲害 少林寺大環丹 生死人肉白骨 都是價值連城的 用在你這點上 真是浪費了 怎麼說話呢 什麼叫浪費了 我不管你搞清楚 剛剛可是我幫你擋的子彈 我需要你 把那點兒人我都打不過 那我是怎麼活這麼大的 吹牛 反正你欠了我一條命 我也救過你啊 哎我怎麼記著 誰當時說兩親了 你 理虧了吧 這麼著你到底要什麼吧 你說 這什麼東西 這態度還差不多 讓我想一想啊 你也不用想啊 我可以答應你一個要求 你怎麼這麼摳門啊 三個喂 你知道我的承諾代表什麼嗎 我一諾可定萬人生死 能使權貴折藥 吹牛 真摳門 摳門就摳門還說的那麼好聽 好 我答應你三個行了吧 這可是你說的啊 不許反悔 哎呀 有點兒餓 餓了關我什麼事 小如 你看我剛剛為你哥流了那麼多的血 我真餓呀現在大哥 好我去做飯 不好意思啊 嗓子有點不舒服 十公里跑啊報告 跑完了很驕傲嗎 在家十公里 三十公斤負重 長逢 他還說了什麼 他還說 說 我不敢說 說 他說 要把你的頭割下來當夜壺 什么宣武将军 什么狗屁军团长 在他眼里都是放屁 杀之如土口 好 好的很哪 就算他爸李文昌还活着 也只敢在我面前 尤为起怜 他算了什么东西 来人 上报兵部 雁明李长龙枕身 捉杀令 调集部队 捉杀令一到 为杀李长 其余相干人等 究竟处决 请我来扛 李长风 你给我的羞辱 我一定加倍还给你 听说 你是李长风的未婚妻 是 我现在被这只臭妆 搞得心情很不好吧 那我这个李家儿媳妇 就替您消消火吗 那就看你 扛不扛得住了 平哥 对人家还满意不 很不错 等李长风死了 人家会让你更加倍 他现在在我眼里 就是一只臭臭 翻手和面 等兵部的捉杀令下来 就是他的死期 不过 我这次回来 还有其他要事要做 我是带着兵部的命令回来的 可 还有什么事比报仇更重要 哼 你懂什么 如果能得到那位的赏识 死一个弟弟 也算了个手 谁啊 逼你还厉害吗 和他比起来 我就是个臭 你可知道湛王 你不知道也正常 湛王的存在 一直都是军领的最高机密 不过 即将告知天下 先告诉你一些事情 也无妨 湛王是军军的传奇 他的位置已经超越了将本 他是山军统帅 四海之主 全是通天 而且 他是农国建国以来 唯一一位奉王的人 他是一致并肩王 湛自为王浩 这对军人来说 是何人都要 湛王 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样 行了 别发怒了 湛王怎么会看得上 你这样的伙子 以他取得的成就 现在 湛王他老人家 应该六十多岁了吧 怎么可能还对女人感兴趣 我也没想要高翻湛王 像他这样的人物 远远看一眼 就此生无憾了 放心吧 你会有机会的 你是说我能亲眼见到湛王他老人家 根据兵部命令 湛王即将利临天海市 届时天海市的高层 都会避兼湛王 而我也将带着兵部 参加接封宴 也就是说 我马上就可以见到湛王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如果能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 以后的路 一定会一飞闯天 所以 这是一个机会 跟这件事情比起来 死一个不成奇的弟弟 又算得了什么 就算全家背面 也没有什么不可惜的 好了 之后不早了 帮我把衣服拿过来 我今天晚上宴请了 天海市各界精英 一起商榷 以前湛王的生活 不能带路 湛王 最好 你们快DY 快快快点 就能能带路 回来 还真是 直接 想听 明天如果王朝阳还不开口 你就派人去下了王平的兵权 王平是王朝阳最后的希望 见到王平 他应该什么都会说 遵命 不管怎么说 希望这次一切顺利吧 我做的这些 已经足够让兵部那些老家伙们 好好地做些文章了 不过是心跳梁小丑罢了 只要您不愿意 谁敢承您的罪 有罪本就该法 身为李家人 王志轩我要杀 王家我更要灭 幕后的凶手我更要杀 但是作为一个军人 犯了国法 更要接受重罚 可您是战王 龙国唯一唯一自王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七次 我李家上下全部被杀 一百多口人命如同草剑 我身为李家人 只是简简单单的 想要凶手绳之以法 可结果呢 他们处处推我 处处不作为 一拖就是一个月 毫无头绪 而你口中的 手眼通天的一字王 他又做了些事 他无计可施 胚微到只能成匹夫之勇 亲自去找仇家报仇 看似快运筹 实则可怜可悲 可笑之气 战场上我面对百万大军都能运筹我 再惨烈的战局我都能泰然处置 可现在呢 只是简单的查个凶手 请让我处处无力 尽险退市 战王 你还有我们 只要你一声领算 百万大军皆也为你死 闭嘴 你在说什么混账的话 战王 兄弟呢 不服就憋着 兵国之重器 不是某个人的私有之物 记住 您之所向才是兵府 属下之嘴 好了 你也不要哭发明眼吧 我能报仇 应该开心 是 你在聊什么呢 好看吗 好看 你都没看 大眼睛刮子脸好看 说的是衣服 衣服也好看 你这个人 帮我走 干嘛 陪我去参加一个宴会 不想去 也没时间 你有没有搞错呀 知不知道约我的人想约都约不到 你竟然还拒绝我 去约我就算了 不能远远一点 我不要面子脸 我今天就不信我请不动你了 你之前不是说答应我三件事吗 第一件 陪我去参加宴会 你确定 只是简单的陪你去参加一个宴会 对啊 不然呢 赵小姐 你要不要 在身中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呀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想反悔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吧 好 我答应你 就知道你这个人 说话说话 这次的宴会 据说为了给军队的某位大陆接风 各界的精英都会到场 嗯 你态度能不能端正脸 你现在的资质 想要在天海市发展的话 认识些人对你的帮助很大 我的面子还是有的 到时候我帮你 见一下 你是因为我才来的 当然啊 不可 那就好 木桃 那我先去停个车 待会儿过来接你 好 哎 等一下 说你这么大个人了 连衣服都穿不好 我告诉你 那些名流屁事没有 就会狗眼看人爹 所以你得穿好 这有什么 没什么 那我先走了 哎 等一下 你别惹事啊 但是如果有人惹你 你告诉我 记住他的名字 我过来 知道了 李长风 哟 真的是你 对啊 他谁呀 强哥 他你都不知道 他可是我们天海市第一家族的 大少爷厉害 第一家族不是王家吗 哦 我差点忘了 李家已经被除名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李大少爷已经无家可归了 哈哈 强哥 上家狗说的是不是就是这种人啊 没想到 李家还有人活着 怕死白 说不定找个地方藏起来了 你们两个有事吗 怎么 老同学好久不见 老同学好久不见 说说话不行啊 你们是同学 是啊 上学时候还追过我呢 说什么只要我同意 就让我做李家的少奶奶 你同意了吗 傻瓜 当然没有了 我吴越怎么会是物质的女人 就像我嫁给你 也绝对不是为了你那几十套房子 几亿的资产和几百亩的庄园 我们之间是最纯粹的爱情 不好意思二位我打断一下 吴越我什么时候追过你 哦我好像想起来了 你曾经有一次放学跟我说 一次两千包月八折 我让你滚来着 李长方你跟我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人 强哥他侮辱我 小子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我都让你走不出天海事 就是 不是你知道强势集团吗 我们强哥啊可厉害着呢 手下 还开着几家赌场 养着几百个打手呢 还开赌场啊 这就怕了 强势集团是吧对 我记得 就是李家都没了 他哪敢还跟强哥你横啊 赵燕燃是燕燃女神来了 真的假 那那那那那那那别逗了 女神粉丝上意忙得很 从来不参加宴会 说的是 他是能来我直接吃 燕燃女神 燕燃女神来了 燕燃 我女神来了 哎呀 张燕燃不就好看点吗 真这么激动吗 你别吵 哪呢 哎 不许看 我的天 我女神真的晚了 你在那等我 哎 赵小姐给我签个名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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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姐 这女神你能够活个人 赵小姐 我喜欢你很久了 我是云石集团总经理 给我签个名吧 你一个总经理装你吗 老子还是云石集团的董事长 哎 你小子他妈的不好好上班 又跑出来摸鱼是吧 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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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有心情是吗 呃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今天真的没有时间 抱歉啊 什么垃圾 不知道赵小姐从来不约的吗 快滚 什么玩意 也赶快出来丢脸 老子集 排名三十八 你看我 敢碰个屁吗 滚出去 不然老子让你强识巨大案 从天海市出名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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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姐 签个名吧 赵小姐 签个名吧 赵小姐 改天我就收拾你了 啊 那什么 很正常 赵小姐平时都把 现在放在写歌上 从来都不应处的 这是换了别人 我估计都不太搭理了 赵小姐肯定我开口 说明还是对我好感的 强哥最厉害了 那是 不像某些人 能有幸远远的看一眼赵小姐 就已经是紫国使愿了 估计这辈子啊 他都没有资格和赵小姐 说上一句话 无聊的把戏 喂 喂 好了没啊 来来来来来 啊 哎 都是本职啊 应付一下 王将军来了 是王将军 大家快欢迎 你真是王将军 真有气势 不愧是我龙国的将星 原来是他 怪不得能请动这么多人呢 怎么 你认识他 他呀 是天海市的大名人 十六岁就参军了 现在已身居将位 外面都说他是天海市的骄傲 原来他就是王平了 省得我去找他了 感谢各位前来捧场 此次我回天海市 续一件药审案 所以才辛苦各位前来一聚 各位就不用猜了 我就直说了吧 战王已经来到我们天海市了 我将代表兵部联合各位 三日之后百业 迎接战王 这对我来说 是无上荣耀 战王 什么时候 战王他也来了 真的假的 你知道战王 他可是我偶像 是龙国唯一一位 一字评奸王 不过你知道也对 兵部为了保护他 没有对外宣传 这可是机密 孟将军 战王是什么称号 我们怎么都会尊贵 战王很一称号 而是龙号 本来关于战王的一切 都是军事机密 不过现在战事已平 告诉你们一些也无妨 各位可还记得 七年前的海湾战争 当时边境危在旦夕 敌军四周阵势 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战王 带领两万青军 突袭敌军后方 深深撕破了敌军号称 坚不可摧的战争 敌军溃败 这还是人吗 瞧你们那点抽血 这算什么 六年前 北军统帅叛变 战王 又一次 无声一人入北京 在北京都城 将其斩首 三十万北京军任 那个屁 事后 杨国趁机卷土重来 战王率领清军大战 敌战数年 战役无数 始战过后 四海皆福 此等功勋 堪称举世无双 我龙国为表嘉奖 时隔百年 开封王先例 封一子并尖王 使为战王 没想到我们龙国 还有这样的英雄 今天有幸见战王一面 不枉此生啊 各位 能不能得到战王的赏识 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 一群拉脂 也想亲近战王 白日做梦 你们注定是 本将军的蠢托 对了 我此次回来 除了此事 还有一件私事 最近我们王家 发生的事情 想必各位 都有所耳 传言听过 不过也就是谣言吧 在天海市 谁还敢挑衅王家呀 这不是谣言 谣言是真的 我二弟为习 这下落不明 这些都是一人所为 既然我回来了 子安要你个交代 什么 王志轩 你脑残真的死了 你连湛王都知道 你竟然不知道 王志轩死了 那能一样吗 战王可是我的偶像 王家那些虾兵蟹将 我才懒得打听 他们那些破事 不过话说回来 那人感动王家 八成是完蛋了 不过这事 跟咱们没关系 看戏就行 传言竟然是真的 怪怪 在天海市 谁敢招惹王家 不想活了吗 好大的胆子 敢在我们天海兄弟 王将军 只要您一句话 我们大家伙 一定将他八批抽筋 还您公道 对对对 不要您出场 不要您说是谁 我们帮您报仇 这个人 人应该都认识 他就是当年 家的李大少 长风 李家长子李长风 他竟然真的回来了 我还以为是摇眼呢 回来又人怎么样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还敢跟王家作对 真是着急 长风 他们说的 不会是你吧 怎么会呢 你怎么可能杀王家家 他就不想杀王家家 你怎么从这就在死 前言真的是我 是你 是我 我杀了王志轩 而且王朝阳也在我手里 怎么 怎么可能 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现在不回来 不对 你快说 你绝对是在骗我 我为什么要骗你 完了完了 快走吧 要是被人发现 就彻底完了 做什么呀 我正好要找他 大哥 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就别吹牛了 咱回家慢慢吹行不行啊 不然就来不及了 你一听来 李长风就在这里 今天他也来了 开什么玩笑 丧家之犬还敢来这 真的他就在这 这这这这 完了 完了 李长风 你还敢得罪王家 这次我看你怎么行 杀我二弟 老家的父亲 实到如今你还敢露面 就不怕我杀了你吧 依你的身份 现在还杀不了我 你是个什么 竟然敢这么跟平哥说 李长风 我看你真是一个小丑 我从军数十载 年纪三十四岁 就为了你将位 我可是天海市 百年一出的真龙 你说我没有资格 你当你是谁啊 李孝伟 还是将军 李长风 别装了 你骗得了吴大彪 你可骗不了平哥 平哥已经派人去查过了 兵部可并没有你的资料 他查不到 是因为他的级别不够 开什么玩笑 平哥身具将位 官制军团长 迷下数万大军 有什么查不到 你以为你谁啊 战王吗 平哥 你是不知道 在你回来之前 他还假装高级官员 想强迫我跟他在一起 要不是我拼死手心 你就让他得逞了 平哥 你可得为人家讨过公道 不可能 李长风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死散了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一个戏子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啊 闭嘴 看对赵小姐不见 对 没想到赵小姐也在这儿 好久不见 黄平 李长风是我的朋友 我替他向你道个歉 我劝劝他 把王家家住给放了 你看这事看在我的面子上 能不能就算了呢 赵小姐 李长风杀了我的二弟 人死了可不能复生啊 这个面子 即使我怎么给 我 我 一个王八蛋 杀了就杀了 如果不是王朝阳还有用 他也活不到今天 就别再激怒他了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那好 你现在开始 答应我第二件事 三分钟 就三分钟 你相信 一定会保护 赵小姐 道理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是我们的私人恩怨 还请你谅解 这事 没得谈了 我劝赵小姐 还是不要多管些事 好好 好 谢了 该日必定登门拜谢 来人 把李长风给我拿下 看谁敢 我的意思是说 没得谈 这事就不谈了 李长风 我赵燕燃 保定了 赵小姐 我给你父亲面子 并不是因为我怕 你 当真要给我撕破脸皮 要杀他 先杀我 我当然不会杀你 但是只要我不杀你 就算你父亲来了 我已错 你敢 我可是堂堂的宣武将军 永恒不敢 我被动手 我被动手 对不起 时间到了 什么 三分钟到了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松手 弱了 太弱了 我对北京 很失误 王志轩 我杀的 不只是为了报私仇 欺男霸女 无视王法 一桩桩一件件 所犯的罪行 数不胜数 他该死 王朝阳 我抓的 王家立业七室 开设黄赌鲁 大肆联财 一分一毫 都来自民旨 民稿 王家 当灭 至于你 你的一切都是民众给的 是让你护国护民 不是让你为虎作仓的 我可是 兵不可劳清风的 正三平宣伍将军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我告诉你 这个社会是权势人 不是谁能打 谁就厉害 你信不信 我一道将领 就能让你永世 不能改身 你永远的会败 这个将心的 还也是什么 我知道 而且我知道的很多 你王平 十六岁入五 现居北境十八军军团长 曾既警告处分求私 既过六次 既大过三次 但你非但不思悔改 反而还变本加厉 一个月前 你伙同同僚案发战胜 通过王家买通门路规避检查 真是丢进了我龙国军人的脸 不过现在有关部门 只掌握了线索 不是将会之后 无怨 你 到底是什么人 我看你疫情 你却对我依恶于心事 真是可怜啊 不可能 以君之手 无调查我的人 除非你 什么 不可能是他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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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鹰 属下在 抓人 遵命 你们是什么人 别动啊 谁吗 不是羡慕将军 我看了你们 你胆怒啊 我看了你们 放开我 各位 对今天的戏 还满意吗 我满意 满意满意 我都给你太惨了 不可能他都没离开 站住 听吴月说 你好像开了几家赌场 月鹰 让人查一查是 我给人关了 走吧 这个时间 小鹿该饿了 为什么 王萍突然这么怕你呢 他犯了法 真相揭露 他自然很怕 不对 我感觉 他怕的是你这个人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反正我 想知道吗 当然 我记得 我答应你的三件事 现在还剩下一件 你只要用了 我就告诉你 不说拉倒 我才不会上当 好吧 哎 那你明明这么厉害 我刚才在那 太丢人了 这叫你不让我说话 我可是一向言出必行 行行行行 你最厉害 我们走吧 等一下 小鹿 我就知道 你对我 还是有感情的 这是你应得的 管好自己 否则周见迟早 他不是你前未婚妻吗 你就敢这么下手啊 哎呀 你这是什么仇什么怨啊 他刚才骂了你 而且 骂得还挺难听的 我们都小看他了 王平失踪了 你觉得王平会去哪 大可能跟王朝阳一样 他是龙国将星 李长风怎么大胆敢招惹他呢 嗯 李长风肯定不肯招惹他 但是兵不敢 兵不 我也是才知道 兵不已经掌握了王平的全部分队政策 准备要抓捕 但奇怪的是 兵不本来是准备 在王平回到龙都时在进行抓捕 他为什么提前动手 兵不招令西改 不是一天两天了 习惯就好 好消息是 李长风遇到的是兵部行动 比我想象中简单多了 嗯 还是小心为妙 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远期 这样 今天我们就回天海市 你去接触一下李长风 你也要回去啊 我那个乖女儿回到天海市了 他受了欺负 当地的总归约回去看他了 哪个不张眼的 敢欺负我们家小公主 是周家的那个丫头 这个丫头啊 小时候我还抱过她 李长颜这么多年过去了 岁月留不住啊 我还记得她 需要我怎么做 也没什么 小孩子嘛 就骂了两句 这个年龄吵吵架很正常 你去找几个人 把她弄死的话 这点事啊 犯不上 灭她周家门呢 明白 哎呀 我这个乖女儿啊 就让她弟不省心啊 战王 嘴敲开了 说 李家以前如日中天 王平那时候还不是军团长 王家根本没资格向李家叫来 不过 一个女人出现之后 这一切都变了 一个女人 谁 王君如 王君如 不会是当年八年前天海市那个第一美女吧 是她 据王朝阳招供说 她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原因呢 王家只不过是王君如这一条狗 王朝阳没资格知道王君如灭李家的目的 一个身份普通的女人 她是怎么做到这些 据外面传言说 她是某个大人物的情人 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所谓的大人物有关 小兰那天晚上看到的人 不会就是她吧 只要找到王君如 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将揭晓 给你一天时间 去查 遵命 你就是黑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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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真不错 我 好美吗 美 你给我说说李长峰吧 你為什麼這麼怕他冰中 又為什麼沒有他的資料 我是不會說的你殺了我吧 有意思 倒是個不怕死的真男人 你不在乎你自己 也不在乎你的家人 你老婆長得很漂亮 你啊 也特別可愛對吧 你敢不要逗他們 不然我不然 不然什麼 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動他們 我我什麼都告訴你什麼都告訴你 這就對了 我就喜歡新化的男人 那你說吧 李長峰在軍中到底是什麼身份 這個我也不清楚 你不知道他是什麼身份 你跑什麼 我只知道他是雪狼特戰隊第一任隊長 不過那都是幾年前的事情了 他現在是什麼職位我也不知道 你是說 大名鼎鼎的雪狼特戰隊 是他出現的 有意思 有意思 越來越有意思 夫人 這人怎麼處理 殺了 把他和他老婆孩子埋在一起 一起團聚 殺了 你 不要 你不要 李 常 風 年輕 帥氣 還有實力 我真的是願來欲 找到李長峰 我要見你 不 你不须撒泼打滚 就是为了让我来你家 陪你去见你父亲 木头 这可是我第一次带男人回家 你就偷着乐吧 我为什么要偷着乐 算了 懒得跟你说 走吧 怎么样 没想到除了京都 天海市也有这么豪气的宅子 真漂亮 不容易啊 难得见你夸我 夸的是宅子 都一样都一样 真自恋 怎么 自恋总比自卑好吧 难道我不漂亮吗 漂亮 这不就结了 还跟着嘴硬 我是实话实说 那行 走吧 我带你去看看我爸 他呢 很有意思的 老爸 你要偷喝酒 没有啊 没没喝酒 还说没有 这什么 不是你 你 哎呀 这不 这是 要 这就是你电话你说那个朋友啊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别转移话题 医生都说了 不让你喝酒 你还非得喝酒 哎呀 我 我是知道你今天来朋友 所以我开了一瓶好酒 我给你先试试 哈哈哈哈 真的呀 真的真的真的 哈哈哈哈 这还差不多 木头 这是我老爸 老先生好 哎 小伙儿精气神不错啊 那个 练过舞 会一点 这年头年轻人连锻炼的都熟啊 更别说练舞 难得 那先生过奖了 那你们俩聊 呃我去给你们弄点菜 行行 老头子就是抠门 连菜都不给人备一个 嘿嘿 毫烦我的乖女了 坐吧 小伙子 听赵小姐说 您当过兵 怎么 不像 确实不像 看上去更像个文人 嗨 那可能是很久 没上过战场的原因 他敢问老先生明慧 还明慧 整得文周周的 姓赵 名无极 怎么样 名字霸气吧 嘿嘿 可我那个乖女儿 总说我这个名字很中二 中二是啥意思 到现在我也没能明白 嘿嘿 你是宠无极 怎么样 我这个名字很显亮吧 可我那个乖女儿 她就是没有品位 敢问先生是哪年参军 大概三十年前吧 原来是赵老长虎当面 完备有理了 怎么 你认识我 在下李长风 军中一直有您的传说 所以晚辈记 你是李长风 赵老城主 认识我 哎 你俩怎么这样的聊啊 哎呀 坐久了屁股疼 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哈哈哈哈 原来是李家人 刚才只是有些惊讶 毕竟很多年没见过李家人 原来是这样 那赵老城 哎 把老去掉 才五十 不老 赵先生说的是 那你敢快过来吃饭吧 来了 请吧 您先请 好 郑娃 我见到赵无极了 赵无极 谁啊 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 曾经的南城第一城主 龙国的第一任大帅 从军数十年战功赫赫 后来在南静之战中 因为坑杀了四十万降组 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记起来了吗 是他 人称黑白起的赵无极赵老城主 他不是失踪了吗 他就在天海 这位杀神 竟然还活着 赵老城主 战功赫赫 是我们的楷模 有空的话 记得去看望一下 明白 但是在我见到他之后 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妥 心里阴影有些猜测 但又是不那么肯定 什么猜测 都人来了 风哥 风哥 周立 风哥 救我 有人要杀我 太好了 他没有跟上 风哥 多哭了 有你在 不然我就 滚出来 你藏风自把 你晚月色酒吧 不能要见你 如果你不来 他就是下车 王君如 话已带到 告辞 站住 什么 想捣死吗 虽然周立 里跟我 没什么关系 但你们在我面前 我很不爽 不爽 你老子别回去 不然老子不建议 送你上路 月鹰 把人处理掉 是 他们终于 还是忍不住了 我倒要看看 这天海市第一美人 到底有什么能子 小兰小姐 好久不见 是你 你来干什么 许久不见 跟你来叙叙旧 跟我走吧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他们所有人 都知道 你和李长风的关系 迟早 会来利用你的 我明白 但我会不相信 你 我会跟你走 兵徒的人 果然李长风 派人来保护你了 不过 我想做的事情 没有人能拦得住 ~! 你 他 Patriot 292 дома 有事吗 自己喝酒多不了 一起啊 不用 一个人习惯 真是不解风情的男人 哪有一个人来酒吧喝酒 我约了其他人 谁啊 漂亮吗 不知道 那 你觉得我漂亮吗 你很漂亮 你喜不喜欢 身负血丑 不敢风花雪月 干嘛让自己活的这么雷啊 忘记那些打打杀杀 只享受当下的快乐 好吗 王夫人今天约我过来是因为劝男人了吗 你见过我 没有 但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除了王君如 我不知道还会说什么 大少爷可真会说话 我再漂亮有什么用呢 你可一点都没有心动 直说吧 你为什么要杀我李将军 人家也是冤枉啊 人家 只是受之于人 迫于无奈 受之于谁 我可不敢说 不过 你今天让我意义乱情迷的话 我可以说一些我不该说的话 王夫人当真是 活得潇洒 你怎么那么会说话 连骂人都这么好听 你知道吗 我之前 是想杀了你的 但是我看到你们之后 我感觉 我感觉住你了 如果今天晚上 跟我在一起 我就让你 做你的狗吗 做狗有什么不好 财富 权力 美女 而且 还要报告我 都是你的 你现在离我这么近 就不怕我杀了你 你舍得吗 红粉佳人 似骷髅 倾国倾城画白骨 赞美的姑娘都不过是 昙花一现儿女 从外表到内心都肮脏不堪 令人做 我有什么蛇 我改变主意了 李佳人 都该死 你这么说 当真不怕我杀了 你敢吗 上一个这么跟我说话的人 叫王梓轩 他死了我杀了 想见我喊 但是想要死 就没这么简单 是吗 如果杨家妇女给我陪葬 你也不在乎 男人真是傻的可爱 你什么背景什么身份 我一点都不在乎 世人都有软肋 只要能抓住你的软肋 我管你洪荒猛兽 都得乖乖倒在我的群星 小蓝小姐不见了 我们派去的人都被杀 我 要挟我 你知道后果了 被我赌对了 说吧 放了王朝阳一讲 还有呢 明天湛王会历临天海 是 所有的高层都到场 我要你在宴会上 会下道歉 把王家之前丢的脸 全都剪了 明天我会到场 但能把我怎样 就看你的能耐了 我该说你是自信了 是无知啊 明天是湛王的节目 身份再高 你高都不湛王了 明天见啊 我的小宝贝 明天 一切都该结束 天海市早间新闻为您播报 现插播一条特大消息 我台同军部 得知湛王已于今日抵达天海市 湛王的历临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是一种极大的荣誉 县各界高层已积极做好警戒工作 以欢迎湛王来我市市场工作 因为湛王的资料是军部绝密 所以很少有人听说过湛王的事迹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军机总部工作人员 揭开我们龙国最伟大的英雄 唯一一位一字并肩王的神秘面纱 是王家主湛王将军 关心可在传 李家大帅也对王家出手了吗 哼 这还不明显 这王将军和王家主都来了 李长风恐怕的兴多鸡少咯 李长风头两天出尽了风头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看来也不过如此嘛 王家毕竟是第一世家 实力还是有的 我看未必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有什么真本事 忽悠其表吧 哎呀 夫人来了 哈哈哈 感谢夫人出手 我们父子俩感激不尽啊 多谢王小姐 王家替我做事 我自然不会见死不救啊 夫人仁义啊 只不过李长风他 放心 他今日必死 王家的脸 丢不了 和他比起来 迎接湛王才是头的大事 只要赢得了湛王的好感 对我们都要好处 明白 我想 湛王是不会喜欢你们这些实力性 长风 你怎么还有胆 世界自大 没有我不敢去的地方 真是狂妄 那我都要看看 你能不能承受住我们王家的怒火 之前你对我的所有凶 我要让你一次性完清 求尽龙国奖心 动用私刑 李长风 也死去道 王平啊 你身负重祖 将要死的人是你吧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你可知道今日这宴会的主人是谁 是战皇尊上 我们王家必得到战皇的赏识 他有时候什么狗屁罪 还不是他老家一句话的事情 何相知情 你够了李长风 今日 你必死你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跪下给王家道歉 我可以只杀你一个 不连累其他人 我也给你个计划 告诉我你背后的人是谁 我可以让你死的痛快 我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啊 看来我还是高看你 既然这么着急想死 那我成全你啊 都听好了 李家于念 李长风 罪点深重 证据确凿 其罪有三 其一 杀害王家二公子 这是谋杀 其二 私带军火 出逃兵部 这是叛国 其三 求尽王家父子 以我龙国将星 死为犯上 三罪并伐 当诛 各位啊 可认可 我代表天海市兵部 认同 我代表王家 认同 我代表大盛集团人头 我代表孙家认同 好 请诸位稍后与我一起 面见战王 朱山 兵部的人来了 小女王君如 见过湛王 你叫我什么 湛王啊 你是做人了 这个是上将军 三件上将军 你不是湛王 湛王人呢 你找湛王什么是 是这样的 尚将军 你们的兵部 出现了叛徒 我已经帮你们抓起来 兵部的叛徒 是啊 他不但带枪 还当众杀人 罔顾国法最直接 什么 如此大胆 你做的很不错 不用湛王出手 今天本将军 亲手找了他 就是他 李长风 尚将军在此 还不跪下来受死 小沃 听说你要斩我 大胆 为尚将军不敬 今日我就亲自执法 斩了你 斩你大 尚将军 你打我干什么 以下犯上 大不敬之罪 还想连我一起糠 别说打你 他妈杀你的心都有 杯子参见战王 杯子参见战王 战王 你怎么可能是战王 你怎么可能是战王 上上去啊 你别让他给骗了 对啊 都知道战王年过半百 他看上去 他二十出头而已 放弃 战王今天才到达天海市 他已经在天海市 好几日的时间了 怎么可能是战王 他不是战王 难道你是战王 我兵部怎么出了你这样的白痴 滚的 肯定是你们在演我 我调查他 明明 明明什么 你又查了什么 李长方 我看你真是一个小丑 我从军数十载 年仅三十四岁 就位列将位 我可是天海市百年一出的真龙 你说我没有资格 你当你是谁啊 李孝伟还是李将军 李长风 别装了 你骗得了吴大彪 你可骗不了平 平哥已经派人去查过了 兵部可并没有你的资料 他查不到是因为他的级别不够 开什么玩笑 平哥身居将尾官制军团长 迷下数万大军 有什么查不到的 你以为你谁呀 战王吗 我记得我 我碰到了 我 Preview 都没ples 八年双我 他怎么做到的 说吧 你把小岚藏哪了 我不知道 所以你是在骗我 我没有 小岚被先生带走了 但我不知道去哪了 你口中的那个先生是谁 我不敢说 先生会不放过我的 你不说 现在就杀了你 就在我赎罪 我真的不敢说 如果我背叛了 我的下场 我的下场比死了还可怕 好 既然你不说 那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我不可能死 就算你是债王 你也会遇到新的麻烦 先生没有你想的不简单 我倒要看看你家那个先生 多么不简单 我不杀你了 你走吧 什么意思 给你家先生带个话 我要跟他打个赌 坏人 最多坏人 我把他在哪 我都会找 滚 我把他赌 少年 和他还是 网结 是他 不是他 他什么 我已经见过他 最小的假以时定乘大气 但现在对我们还够不成什么危险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去接近战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亲近战王 得到他的好感 你要用你所有的优势 去接近 去讨好他有了他的支持 哪怕李嘉宁 我们也都能 但是 可是什么 你想说什么 李长峰就是战王 战王就是李长峰 你说什么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猜错了 什么都是他 先生 我们灭了他全家 李长峰不会放过我们的 所以 你为什么还活 是因为 是因为他让我给您带话 从而 那你猜 他为什么让你活着 为什么让你给我带话 也对意思是 你 你敢踪我 我都跑不掉 李长峰 好手段 先生 先生那我们怎么办啊 想教绩我 他说燃贵未尘我 他也不敢得罪您啊 他是不敢轻易得罪我 他前提是我们没有灭了李家 快怎么怎么办 我能命派去上 成交 就和 我们灭了他全家 他能同意吗 所以 我们要给他一个交代 什么代价 嫣然心智旦知 他不能迷惑 我还不能死 所以 不要 对不起你 你放过我 天上 郑王查清楚了 是谁 赵家 赵无喜 果然是 可我李家跟他无怨无仇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郑王 冰婚已经开始有动作了 留给我们的视频不多了 他我王令 命雪狼一步进驻天海 封锁各妖道保护群众 一切就绪好 冰临之后 遵命 你们 还不睡 怎么这么看着我 你怎么还不睡啊 睡了 然后 又醒了 抱歉 我开玩笑的 别这么客气嘛 今天的你 也有点不一样 是吗 可能 我又变好看了吧 能和我说说你的父亲吗 他呀 对我一直都挺好的 我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死了 死在了战场上 后来 我大哥二哥也死了 死在了反恐作战上 再后来 我三哥也死了 他们都是英雄 不是 我三哥是逃兵 于是我爸 就亲手 拜他葬送在了战场上 就像这样 后来 我家里 就只剩下了我和我父亲 他一直都特别的宠我 我有什么条件 他都会满足我 我要是被人欺负了 他就会马上踢我出头 怎么样 羡慕吧 那 他有什么 野心吗 他呀 最大的野心 就是希望我 快快乐乐的过一生 等他老了 就回家 羊羊鸟 逗逗狗 就这样 怎么了 没什么 你也早点睡吧 好 木头 怎么了 我喜欢你 别说话 你不需要有所顾忌 你只是要去做 一日没对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 啊 有点困了 我先睡了 晚安 我 那你做什么 这里走加 相黎你们的勾引 凤凰令查招罩家 拿下 我看我 我看我 他到你 我看我 我看你 他在你 来了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 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聊 与其两败俱伤 不如各推你 推你 怎么推 这是我的什么 是王俊儒 不愧是坑杀过四十万人的老人 手段就是很多啊 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我这个人最偷偏杀人 每次从这准那回来 我都好几天吃不下去 被撤之后 我就回到了天海市 我就想安安稳稳的做一个富家 把我的乖女儿抚养成人 看着他嫁人 生子 挺好的 但 人善被人欺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这是李文昌教我的道 你和我父亲 你和我父亲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都过去了 不停 各推 血海深仇 退不了 哈哈 果然 那你准备怎么处置 依法处置 依法处置 我的人在现场发现了一些证据 我的人在现场发现了一些证据 都是千年的狐狸 我会给你留评信 别白费你 我的人在现场发现了一把枪 我已经叫人去查指纹了 但是依你的性格 应该不会亲自动手 但如果你 我总要留些希望 什么枪 杀死我父亲的枪 别傻了 我说 是我杀了你父亲 你说什么 我说是我杀了你父亲 为什么突然承认 这不是正是你想要的吗 也是 男人 杀总 等等 还等什么 我们还有组 应该就还到了 冰部在这儿外奉命办事给我闪开 立察风 监察部奋命拿你 大胆 居然敢对战王屋里 冰部已经下令 暂时解除立察风的一切职权分号 立察风 跟我们走吧 监察部上查员老王侯 下奸文武百官 连他们都能请不动 老元帅好手的 哈哈哈哈 你还是太着急 身为前辈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 越是位高权重 越应该谨小身 站着越高越是主 好多人都盯着你 等着你分 受教了 个头一步 现在还来得及 我那乖女儿死活不承认 但我了解她 她最恨男人 她对你 是一个女儿 我看得出 她喜欢你 既然是这样 有必要把我弄的两百句上 这是你我之间的事 你他我 赵无极你们打算怎么处置 可有证据 他已认罪 我们会交给有关部门 一旦查实 将依法言止 真要这样吗 一旦你出了这个门 你说的荣誉跟自由 通通都没有 压上这一切 就为了要我这条老命 是吗 他们都在天上看着呢 我总得做些什么 少啰嗦 改走了 拎不得各位大人还等着呢 几个老家伙都来了 难得见他们拒这么起 月盈 娶我军服 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不能在那几个老家伙面前丢了面子 是 快点 监察不周五 一看有点深参见站王 走吧 你怎么在这儿 已经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吗 所以 你都知道 我知道 你不知道的 我也知道 李家被灭门的时候 我在 周莉莉死的时候 我也在 周莉莉死的时候 后来 俊如姐姐被杀的时候 我依旧在 你眼睁睁的看着你的父亲犯下那么多罪 你却什么都没有做 我做什么呢 大姨灭亲吗 况且 她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 后来 我就离开了这 也许 是无法再面对她 也许 是想忘掉一些不好的情境 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因为你来了 因为你来了 所以我也来了 不许 六年前 在冰冰庆典的时候 还给你唱了一首歌 那个时候的你 眼睛满是骄傲 心里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 我们该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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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见 我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但我错 木头要不是李家人 该有多好 我看过沙漠沙暴雨 看过大海请问鲨鱼 看过黄昏追逐林 这个孩儿是谁 他你都不知道 今年的当红小号蛋 赵燕然 人又美歌唱的又好听 真不错 你别碰我 乱喊什么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李家家主 老子看上你 你的福音 把老子送好了 我保证一口星途 一万风生 别过来 别过来 我不后悔 该死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 你不是也没告诉他 我说什么 说李叔叔是个衣冠禽兽 死有余辱 还是说赵无极是个畜生 为了解恨把我当李家人监污 我不希望他回来 一方面是不想让他遇险 还有一方面 就是不想让他知道这浪漱的真心 对不起 再向谁道歉 我恨的是赵无极 与你没有关系 你也是个受害者 如果你是向李家道歉 就更不应该了 你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去恨李家 李家 其他的人 是无辜的 所以你接近风哥保护他 是因为心中的愧疚 我喜欢他 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是啊 我觉得 也像是在开玩笑一样 挺好的 可是 我跟他根本就不可能 他欠你的 所以 我们才不可能 三郡一郡 敌军八十万大军已经成冰边境 传我王令 出军 我的 看看看 什么东西 我的会不会也 你等僵尸脸 东方都什么叫加王 赶紧滚 快出门 不好意思老爷 導演如果這樣都能演的話 應該覺得我也能演 導演 導演 那個我今天有工錢 也能脫實 喝豆油煉要工錢 不蛋 好 我們再準備一下 再準備好 把我偶像演成这样 你还想吃饭 你呸 这湛王是何等 那是当代的护去病 你再看看你 半天绷不出个屁 哪来的逼连眼湛王 喂 老师 他们说去族管饭 想吃啊 想吃 好啊 那就让你吃个够吧 吃啊 垃圾就配吃垃圾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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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是大便是最高 赵小姐我是这导演 哎你过来吃茶啊 这边请 好吃吗 挺好吃 是吗 我尝尝 我尝尝 一般 没我做的好事 你会做饭了 学了三年 为你而学 我回家做给你吃 好不好